在校園推動減碳 中興大學是引進了共享電動滑板車 學生還有教職員 只要經由手機APP 就可以租借扣款 推出第一天 學生的接受度不錯 是多了一項代步的新選擇 電動滑板車出現在大學校園 學生與教職員移動上 更為靈活簡便 中興大學繼三年前引進 公共自行車進入校園後 現在又決定提供共享電動滑板車 的服務 多一項代步選擇 啟用第一天吸引許多學生 躍躍欲試 手機下載APP 連結扣款帳戶 就能租借電動滑板車 校方在學生牆出現的 十一處熱區設置站點 放置四十部電動滑板車 學生叫職員租用前五分鐘 十二元 之後每分鐘零點八元 行車最高時速上限為十五公里 由於臺灣政府宣示二零五零年 達到淨零排放 新大校方則預定提早十年達標 因此力推綠色運聚 我們希望中興大學可以在二零四零年就達到淨零排放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整個校園全力的來推動節能跟減碳 我們會用軟體設定那個電子威力 然後它是在學校的周遭會讓同學經過那個界線的時候就會失去動能 滑板車業者強調八月開學前將增加到六十五步 每一位搭乘者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險 車輛能及時追蹤位置 校園也有設置電子圍離 其出校外就會自動失去動能 確保使用者安全 記者有明方龍濤 台中報導